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迟 便解如来真实义 这句是大家弥陀佛 看课本329页 讲到大圣的精进 那因为大圣不共法 是所谓的菩萨道 佛法里面修行 它就是分三个层次而已 仔细分就五个层次 那就是五称 那这个三称 一个就是人天道 发真上身心 修五戒十三 一个就是解脱道 那么修戒定位 三十七道品 那发出离心 那一个就是发普迪心 修六度四射 那么这个是菩萨道 那最重要的主要是六度 那六度里面 布施慈戒忍入 那前面讲到 有一些人比较怯懦的 那么诸佛菩萨 射护他 就是射受 护念 那么金刚经讲的 诸佛 那么 菩萨 那诸佛上护念诸菩萨 那么 护念射受这些菩萨 所以 为了让他们 能够有信心 那么所以 有所谓的净土法门 这个是射护 射受护念这一些 信心比较怯懦的人 因为信心比较怯懦的人 他们容易果足不浅 就是 那么难 那么远 那么辛苦 所以就放弃了 为了让他们不放弃 告诉他们 不难 不远 不辛苦 那么 而且很容易 那么 得到了 很殊胜 所以大圣经典里面 很多都在强调 这个 佛菩萨 为得力有多大 念这一本经 有多殊胜 得到的功德 有多大 这个其实都是 射受那些 比较怯懦的人 没有自信的人 那么 怕辛苦 那么怕艰难的人 那么 未成佛道 不畏艰难 那么 要有这种心 但是有这种心的人 老实讲 确实太少 大家都觉得 那么 我业障重 我烦恼重 我智慧浅薄 我生的时代不对 我生的地方不对 那么 总是 虽然肯定佛法 但否定自己 那么这样的人 他不容易成就 那么有一些人 肯定佛法 但是他所肯定的佛法 不是真实的佛法 那么这个也麻烦 这个也麻烦 所以我常常觉得 学习佛法 第一个 一定要了解佛法 第二个 要了解自己 我要成佛 你不了解 你要所成的是什么佛 为什么要成佛 成佛要修些什么 成了佛之后做什么 你都不晓得 所以你只知道 我学佛 你都不晓得学的是什么佛 为什么要学佛 学了佛做什么 你都不晓得 一个事就是 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 我成不了佛 那么难 佛做那么多 我做那么少 佛那么有智慧 我那么愚痴 那你就会觉得 我也想 但做不到 就算我做了 那么也不可能成就 所以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 那么对于佛 有很高的从业 但也只是很高的从业 你说我学习它 通常我们讲我是学佛的人 通常都不是学佛 都是我是拜佛的人 我是念佛的人 我是求佛的人 你说那你跟他学 你跟他学了什么 你跟他学念佛吗 佛是以念佛成佛的吗 佛是以拜佛成佛的吗 没有 你跟他学了什么 真的要学就学什么 学六度四舍 学佛怎么能舍 难舍能舍 学佛怎么修行 难行能行 学佛怎么忍耐 难忍能忍 这个不行 那你以为天天在那边念佛 天天在那边拜佛 天天在那边送金 在佛前念佛的名字 在佛前念他讲的金 对着他的相一直拜 你就是学佛了 你什么都没有学到 所以你当然没有力量 你当然觉得 我学佛学这么久 我还是这么烦恼 所以学佛 你以为在学佛 其实你没有在学佛 你顶多只是念佛拜佛 你没有学佛 就好像米奥基跟贝多芬学音乐 你都没有学习看乐谱 都不晓得音乐的原理 都不晓得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二步要做什么 你只是把他做的音乐 再放一次给他听 天天这样放 那有什么意义 你把他的名字 从早到晚天天念 你就是这样 那么放这个录音带 放他的这个贝多芬的 比如说第几校小曲 那么你天天放 你名字天天放 把他的做一个像 天天放 你也成不了音乐家 为什么 你都没有学 你说我是学贝多芬的 你不是学贝多芬的 意思一样 所以很多人没有了解这个道理 天天参加瓦会都说 我是学佛的 好 那你学了什么 怎么学来做什么 那你真正学佛的 要学的是什么 六度四射 就是菩萨道 你连阿罗汉你都没有学 你还学佛 阿罗汉还要界定会 37道比 要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业正命 正念正清心正定 你连阿罗汉你都没有学 你还学佛 他要发菩提心 我要成佛的心 你都是我现在念阿弥陀佛 要师佛 然后去到那里 我现在不用写 我去到那里 那么阿弥陀佛就让我成佛 要师佛就让我成佛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这个不是学佛 这个就叫求佛 没有一尊佛 是求佛而成佛 也没有一尊佛 单单念佛就成佛 也没有一尊佛 只是拜佛就能成佛 你还好想 那你到底是跟谁学 你跟师康斯加弥陀佛学 跟阿弥陀佛学 跟教师佛学 跟阿处佛学 都没有 你说你是佛弟子 归一佛 归一佛向佛学习 归一法依法修行 归一身与身合合 你没有阿 归一佛向佛学习 你从此 就是要 本来为什么 为什么要向佛学习 本来是愚痴的 变得有智慧的 本来是称恨的 变得慈悲 那么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这个才是归一佛 归一法要依法修行 佛陀怎么教你修行 你都不管 你送完经都不知道 这个经里面到底 第一部教你怎么做 第二部教你怎么做 你这样做了之后 会有什么利益 你讲吗 一部经 它就是学佛的理论与宗旨 学佛的方法与刺定 学佛的殊胜与功德 就分这三部分而已 你只记得 学佛有什么殊胜 有什么功德 但是你都不晓得 这些殊胜这些功德 是因为了解 学佛的道理 遵照 依照佛所的指示 切实的去实践 才得到这个功德 并不是把经送完就有功德 并不是把佛紧紧的念住 一心不乱就有功德 不是啊 所以很多人误会学佛 然后学了很久 还是觉得自己烦恼很重 当然啊 为什么 你从来不知道怎么学啊 那当然学不成啊 那你就怪过来 我业障重 那么我生的时代不对 现在是末法 怎么修行都不能成就 不是我的错 是这个时代的错 你没有真正去了解佛法 如果你真了解佛法 佛是这样成就的 你就可以这样成就 为什么 这个是真理啊 如果这一杯水可以解渴 我喝了可以解渴 你喝了也可以解渴 一只猪 一只狗 一只蚂蚁 喝了都能解渴 这个是道理啊 喝多喝少的问题 如果我喝了不能解渴 那表示这一杯水 也许是咸水 也许是餐了 那么谁来喝都不能解渴 你不能说2500年前 这一杯水是可以解渴的 2500年后 这一杯水不能解渴的 没有 一样是水 一样是法 法水 那么佛是这样成就的 未来你也将这样成就 只是你喝的不是水 你喝的水里面加了太多东西 你一直以为它是水 不是 它只是一体状态的 它不是原来的水 所以我们要清楚 现在 所以我们一开始听经 一开始都要念什么 无上圣身为妙法 表示这个法是究竟的法 是真实的法 是最高最殊胜的法 百千万劫难遭音 就是不容易遇到这种法 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 我今见吻得受神 因解如来真实 要了解它 到底在说些什么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我听这些做什么 我要学的啊 要依法修行啊 归依法 要依法修行 法就是佛陀所教我们的 归依佛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不再迷迷糊糊过生活 归依法 你都没有真正归依佛 你都没有真正归依法 你都没有真正归依身 你只是以为我有着归依症 那么我就可以不剁三个道 提伯达多跟佛出家 他也剁第一啊 他的师父是佛呢 他的亲弟弟阿难呢 正出国呢 最后也正阿罗汉了 他的师兄弟都是大阿罗汉的 那么多的师兄弟都是阿罗汉 师父是佛 亲弟弟还是正出国的 他也不能不剁三个道 为什么 他没有真正归依三保 他对佛法不理解 不理解在哪里 他的贪心 他自己想做佛 你看这观念 佛不是谁封给你的 不是说我现在做佛 好像住持我传给你 你做下一任的住持 我是佛 你做下一任的佛 没有 佛是因为觉悟成佛的 佛不是一个头衔 我可以传给你的 我可以顶纳给你的 我可以借给你的 没有 不是啊 可是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跟师尊讲 你可以退休了 我来做佛 跟阿者世王 我要做新佛 贪图那个权威 贪图那个名利 为了得到阿者世王的供养 天天看佛有那么多人供敬 有那么多人供养 起贪心 起嫉妒心 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 你都不晓得人家怎么修行 你怎么修行 人家怎么发心 你怎么发心 人家怎么忍入 你怎么忍入 没有 只看到佛为什么那么多人供敬 为什么我没有人供敬 佛那么多国法供养 为什么我没有供养 所以他要去学神通 没有人要教他 问他的弟弟阿难 阿难教他 得了神通 去变化给阿者世王看 希望能够让阿者世王知道 我有神通 我有修行 你要像供养 你要像你爸爸 他爸爸是品薄搜罗网吗 你要像你爸爸供养 释迦牟尼佛一样 你要供养 他就献神通给他看 变成一个小孩子 他可以变大倍小 神通可以变大倍小 你看都有神通了 就有修行吗 没有 为什么 依承恨心 依嫉妒心 依贪爱心 这个是烦恼 你说有这个烦恼 也可以成神通 可以 神通是够外道 他在修的时候没有烦恼 可是他的内在是有烦恼的 所以神通是够外道 很多武通仙人都会堕落 很多的武通仙人也会堕落 那他不晓得神通 只是附属的 真正的是要断烦恼 但是他是为了要 明文立养 贪人家的明文立养 去修神通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为了贪明文立养 希望人家攻击你 希望人家供养你 希望 就是这一些 那你去修行 那你最后还是会跟提伯达都一样 哪一天有些人不供养你 不攻击你 那你不在起烦恼 那重点是 修行这一些是付属品 真正你内心清清 你有烦恼 这个才是真实的 你不是要当多大的官 得到多大的权力 拥有多少的财产 事愿 不是这一些 有多少的徒弟 都不是这一些 而是 不管遇见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起烦恼 不管你拥有什么 你都不会执着 你拥有的 只是让你更能够利益众生 这一些你知道的 修行就是 身口是清净 内心要清净 那么有烦恼就不清净 所以你渐渐朝这个地方走 渐渐朝这个地方走 然后不只是要 因为大乘 现在讲到大乘不共和 大乘就是发菩提心 不只是自己要清净 我们从佛法里面得到的好处 我们有义务 也必须要告诉其他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好处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菩萨心想的人来告诉我 我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好处 所以我必须还把他告诉其他的人 这个就是佛教心 尽可能的告诉更多的人 那你必须要有力量 你才能告诉其他的人 他才会相信你 你必须跟他有善缘 你才能射受他 所以就是要布施直接冷入心境采定 智慧 也要有力量 有心 有愿 有力 你才能够真的来行菩萨道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都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 但是没关系 我这一次做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一次做不完 下一次再继续做 这一次做不好 下一次再继续做 但是我知道要怎么做 这最重要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菩萨道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开始要发愿 要不然你就会觉得 哇 那么远 那么难 那么辛苦 算了 我说过嘛 修行就三个层次 第一个果足不浅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讲菁同 让你至少你愿意向前 你愿意向前 那法华卿讲 成果太难了 所以他不愿意 所以一个化成 只有三百里而已 走到了 三百里 告诉你还没就近 再走两百里 一次就告诉你要走五百里 太远了不要走了 只有三百里 没关系 勉强可以走得到 等到走到来告诉你 其实还有两百里 你都已经走三百里 走到这里 那个腿都训练到差不多 很有力了 甚至要两百里 就不是问题了 为什么 三百里你都走过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训练 现在已经有训练了 再走两百里不是问题 所以回小向大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一开始 如果你就知道 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没有那么难 难就难在于 你不愿意往前进 就是果足不浅 好了 你现在往前进了 走到一半 发现到 哎呀 原来那么辛苦不要了 没有力量 不要了 力道不足 所以菩萨道之前要什么 要累积福德之良 你福德之良没有累积 修到很辛苦 辛苦了就容易退转 容易退转 那容易退转就会怎么样 半途而废 所以这个时候 要常讲让自己 有精进的心 精进很重要 所有的功德 都是从精进成就的 三十七道品里面 没有离开精进 四念处 四正群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都有精进 只是四念处 没有特别讲 享受精进而已 那么其他的 都把精进包含在里面 包括菩萨道 六度四射 都有精进 四正群就是精进 四如一族 里面也有一个精进 那么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都有精进 你看 所以没有一法 是不经精进 而能成就的 没有一法 没有一个法 是不经精进 而能成就的 所以精进 在所有的 不管是解脱道 不管是菩萨道 乃至仁天道 你没有精进 都没有办法成就 那不要说世间的 不要说出世间的 就算世间的 你没有精进 没有努力 也不太能够成就 所以精进这一法 是片尼切法的 片尼切法 所以现在讲到 大圣的精进 大圣的精进 跟生文的精进 也不太一样 生文的精进 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 那么你为自己的解脱 容易一点 容易一点 就好像 你只是为了治自己的病 容易一点 你只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病 要吃什么样 要吃多久 吃之言就好了吗 你要治大家的病 就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 你要知道各式各样的人 各式生各什么样的病 每一种病各式要什么样 而且你叫他吃药 他还不一定要吃 那你自己 你是可以决定的 我要吃这个药 不要吃这个药 为了我的病 因为我的病我有苦 我知道 那我为了吃我的病 我会很愿意吃 可是 你知道他这种病 也要吃这种药 你告诉他 很好心地告诉他 他也不一定要吃 他不相信你 这是第一个 他相信你 他不相信自己 所以 菩萨要有很多善巧方便 那这些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 要有恒心 要有耐心 甚至你帮他 他还怪你 你要忍入 所以 菩萨道就是要这样 为了度众生 但是都值得 所以这样的精进 就是你必须 不断不断地 在这个过程上 持之以恒 会有很多挫折 没有错 但是 你不怕 如果不知道 我就学习 如果不可以 我就努力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 往前进往前进 偶尔也会退行 真的 像我算是很发心的 真的 但是 偶尔 也经不起折磨 也会退行 真的 我会想 如果他们不愿意 那就算了 有时候会这样 我把自己处理好就好 但是又觉得 他们又很可怜 然后又会想回来 我自己发得愿 我是要学佛的 我不是要学舍利佛 目见脸的 我是要学释迦摩尼佛的 真正的一个 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学习 释迦摩尼佛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他并不是他要度人 人家就给他度 那么他要帮助人 人家就多欢喜 没有啊 没有啊 释迦摩尼佛在印度当时 他很好心的 你看 释迦摩尼佛也是这样 他在菩提树下 成佛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哎呀 佛法这么好 但是 这样的道理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接受的 因为以前都是苦行嘛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佛 他想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很多人 但是觉得 可能很多人不会接受 不接受 可能还会打击他 会伤害他 确实是这样 他一讲出来 伤害了很多外道的 就是他讲正法 很多外道会觉得 那你在抢他的饭碗 人家本来供养他 后来就去供养什么 供养释迦摩尼佛了嘛 他就觉得 你侵害我的利益嘛 然后你抢我的信徒嘛 所以后来很多外道 他们在对佛头 甚至用很多的人去 比如说尊头利啊什么 去假装怀孕啊 说佛头要到怀孕的啦 反正很多啦 然后又有很多人要去害佛啦 也有 但如果我们遇到这种 我们会退心啦 我好心帮你 因为我就是不讲法 我也可以虐盘啊 我也可以解脱啊 我说不说法 不妨害我解脱 但是你就可能不能解脱 但是释迦摩尼佛你看 他从菩提树下 发了这个业 我要去度一切众生 想给一切的人知道 从他开始 菩提树下 沉佛没多久 一直红法 红法到他要入夜盘了 都还在度 他没有说我老了 我没有力气了 我又刚拉肚子 拉了一个礼拜 不要再来找我 让我好好休息入夜盘 没有 没有 即使是最后一个 他都要把握机会 让他度度 这一种就是学佛 你有没有看见佛 是怎么度动生的 有没有看见佛 是怎么修行的 有没有看见佛 是怎么发心的 没有 你可以念佛的名词 念佛的经典 你都没有看到这一些 你说你学佛 自欺欺人 你怎么可能成就呢 不可能嘛 所以学佛很重要的 我们上次讲过 念佛是念佛生死 佛为什么说这个事件 功德如是 他带给事件什么样的利益 念佛成道是神力如是 他能够成佛 到底是修了些什么 成佛的 他是怎么修行成佛的 就讲这个六度 最重要六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精进 不失 持戒 忍入 禅定 智慧都要精进 都要精进 佛陀要入涅槃 最后一步经叫做一教经 或叫做大波涅槃经 就是人要涅槃的嘛 你以后再听不到了嘛 所以讲的话都是重点 都是要叮咛父主的话 跟那些弟子叮咛父主的话 不会讲闲话 当然佛本身也不讲闲话 但是重点中的重点 叫做一教经 或叫做大波涅槃经 或叫做游行经 那么一教经里面最后一句 就是佛最后一步经 这步经的最后一句话 诸行无常 当精进莫放异 就是讲精进而已 你们要精进 因为一教经讲的 一切世间动不动法 皆是败坏不害之下 白话讲就是 时间过得很快 你们应当精进 不要放异 也是讲精进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步经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大家要精进 你看 所以 你了解到整个佛法 当然我们现在讲大圣不共法 大圣不共法是土地心为主 就是大圣的精进 跟僧文的精进不太一样 僧文的精进 僧文的精进 只是让自己得解脱 那么随缘的度众生 他也不是不度众生 随缘的度众生 大圣的精进不是随缘 是医院 你跟我没有缘 那么我就创造因缘 你没有善根 我就让你种善根 你跟我没有缘 我也要度你 我可以创造因缘 那未来你可以得度 你看 这个就是不一样 他不是要度一个两个 他要度所有的人 不是他 不是他在世的时候度众生 即使他涅槃了 念佛涅槃死 一教如此 他还要能够 让他的佛法流传下去 能够依然能够度众生 这个就是佛的性 就是菩萨道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要跟佛这样学 我在的时候 可以帮助很多人学佛 就算我离开了 我依然能够帮助很多人学佛 我建造一个佛堂 一个制度 或是一套方法 那么这些人依照这个方法 依然从中得利 这是你的菩萨道 你未来再来的时候 你又依然这样学 一世一世 很快 你功德就累积 越来越多 你怕什么不能成佛 可以成佛 释迦牟尼佛也不是 一世两世就成佛的 不是啊 你如何都那么多事啊 就算你不成佛 你如何也是这样过 沦迴也是这样过 你发愿行不知道 也是这样过 那么多劫以后 有的还在地利 有的还在畜生 有的还在沦迴 但是你已经得无声法了 准备成佛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从你那个时候学佛 有没有发布林心改变的 困难吗 困难 困难 所以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就会怎么样 害怕 不畏艰难 真正要不畏的不是成佛的难 而是要一直轮回受苦 你应该要害怕的是这个 要害怕如果我现在不发愿成就 那么我会一直轮回一直受苦 那你说那我就解脱就好了 你要知道 你这一生里面你的父母 你所敬爱的人 你所感恩的人 如果你没有成就 他们大概也很难得成就 为什么 没有缘 跟佛没有缘 但是他跟谁有缘 跟你有缘 那么即使是佛 没有缘的也不能得度 即使是佛 所以佛所度的都是跟他有缘的 然后有众善根的 那么他依谁众善根 依你 就算他对佛教没有好感 但是因为你学佛 对他好 射受了他 他开始相信佛法 开始对佛法有好感 所以 这个叫做庄严国土成熟受胜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就让人家对佛法欢喜 对佛教欢喜 对佛法有信心 对佛法有认识 那么 那些因你而相信佛法 欢喜佛法 认识佛法 修行佛法 学习佛法的人 就依你得度 那么你未来成果的人 成果的时候 那么这一些人 就是你国土的众生 那么你就度这些人 那么这一些都过去 曾经是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发普提心 你走了 你的爸爸妈妈 永结在这边受苦 你的最爱的儿子女儿 永远在这边受苦 不是一世两世 多结以来 他们为你牺牲生命 为你勤苦 那么有价值 那么如果没有 你跟着他们一起轮回 谁也 到最后 谁也不认识谁 谁也救不了谁 但是因为你发了普提心 你行菩萨道 你永远 你永远是他们的救生神 你还得成就的时候 就渐渐引领他们成就 等到你有成就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不会剁三二道 为什么 因为有你在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普提心 就像地藏菩萨一样 就一切众生都不多二道 他凭什么不多二道 他明白因果 不造恶业 不造三二道的业 他当然不造 他当然不剁三二道 如果他造三二道的业 谁也不能让他 不造三二道 所以一个佛弟子 最重要的就是 遇见要造三二道业的人 你有能力 有方法 有慈悲 叫他不要造三二道业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你曾经帮助过他 因为你在他的心中 是讲有智慧的 有慈悲的 所以他相信你 你能射受他 所以菩萨道就六度射射 那你怎么可以有这么能力 学来的 布施 持戒 忍路 净净 禅定之后 这样学来的 然后射射 爱与力行同事 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就是这样 所以菩萨道 你说难吗 当然难 但是就是因为难 开始很难 此则勉强 中则太难了 就是后来就不那么难了 后来就不那么难了 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难 你永远不能成就 一个小孩子刚在学跑的时候 跑得很辛苦吗 站起来走 走没有几步 就跌倒了 跌倒了很痛吗 如果一个小孩子一开始 跌倒一次 他就怕痛 他永远都会爬 爬一辈子 他觉得走路太辛苦 走路太难了 走不好就跌倒 就重 不好就痛 从此害怕起来走 他一辈子都不会走 但是你从爬爬 那般想起来走 就算跌倒了 你也要起来走 跌个几次就不会跌 你就能够掌握那个技巧 没有多久他就会走 菩萨特也是这样 但是这中间都有一个 我们叫做亲近 我常说 学佛的人要不是果足不浅 就是半途而废 要不是不能坚持 功亏一困 都已经快成就了 就觉得我不行 我不可以了 就放弃 这个很容易到年老的时候会这样 我年纪大了 我身体多病 没办法了 我要退休了 我要休息了 休息没有退休跟休息 你想一想你是佛弟子 学佛等 佛陀到临涅槃的最后一刻 之前吃了残土 纯佛的这个 纯佛的这个供养的沾堂路 那他肚子卸得很厉害 走路都没有力气 还要阿难扶着他 从此那个是最后一餐 没有在吃 那么多天没吃 走到居士那儿都躺在那里 还要为弟子说吧 这个时候 虚拔陀罗来了 一个大外套 从来没见过佛 根本不是佛弟子 不是佛弟子 他想要进来见佛 最后一面 想要听佛的说法 因为他修行修很久 都没有办法解脱 佛弟子当然联明佛 佛是有一些都要入内板 都虚弱成这样子的 讲话都讲到没什么力气 让他好好休息 佛说没有 赶快让他进来 这是我最后的弟子 即使在最后一口气 要离开世间的最后几分钟 他都在说法 最后一句话 告诉弟子 叮咛再叮咛 世间很快就过去 诸显无常 你们应该要精进 不要放 最后一句话 那就走 我们说学佛 你应该要向他学 怎么样努力 让自己有成就 成就了 怎么样 把这一种 把这种你所学到的 来利益世界 利益众生 不是要让人家怀念 不是要让人家准解你 而是 因为这样 你可以利益很多人 让即使你在的时候 你不在的时候 众生都能够应你得利益 要有这种心 你不要说我不行 我不可以 我不能 没有 你可以 你绝对可以 我们说过 要做人很不容易 阿安经里面 阿安经里面 得人生如爪上土 失人生如大地 那么多六道众生 人 人 这个地球的土那么多 佛陀手上的土 他从手上刷洗一把土 只那么少 得人生就是这些土而已 失人生如他们的土 真的 你想 夸张吗 不夸张 有形的众生 有形 看得见的众生 如爪上土 看不见的众生如大地 看不见不是鬼到天到那看不见 是那些很微小的细菌微生物 看不见 那个数量 那个数量 跟看得见的众生比起来 爪上土跟大地 你想想 如果这一杯水里面是细菌 有多少 几兆 几兆的细菌 超过 但这一杯水里面如果是细菌 它的数量 它的数量就超过 这个地球所有的人 你看 你看那么多 所以 有形的众生 如大地 有形的众生如爪上土 无形的众生如大地 有形的众生里面 人生 有形的众生里面 人生 人 如爪上土 那么 不是做人的 特别是鬼道 三二道的 如大地 人里面 人里面 四大洲都有人 人里面 学习佛法的 如爪上土 不相信佛法 不学习佛法的 如大地 你看看 你是人 你是学习佛法的 你是佛所上的土 你不能成佛 那谁能成佛 你不能成就 谁能成就 你说我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懂得学佛 这个就超越多少众生了 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懂得学习 你愿意学佛 这个要多大的善根跟善缘 这不是 金刚经讲的 不与一佛 二佛 三四佛 种善根 真的是这样子 你要相信自己 这样你就会努力 我是可以的 不是这个缺露的众生 我不行 佛你要救我 我才可以 不是 你可以 现在是你愿不愿意 你都已经走到门口了 你说你走不进来 那些外面都不知道 有这一间讲坛的 他怎么走得进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是有信心就好 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努力学习 因为还不够 你不能得少为主 因为这样还不够 所以你只要努力 你只要再努力 再往前 路就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就越来越有力量 所以要相信自己 要相信佛法 要了解自己 要了解佛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 你就会越来越精进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只是说 我不行 我不可以 那么难 那么辛苦 我做不当 我时间不多 我治疗不够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种种的理由 都是自己在局限自己 自己在阻碍自己 自己在障碍自己 其实没有人障碍 真正的业 就是你的无名 你的烦恼 你的劝误心在障碍 你如果真有心 所有的业都障碍不了你 用办法 因为你心不跟他妥协 我不能拜佛 但是我的心可以想佛 你用观的都可以 我不能念佛 我的心也可以想佛 我想学佛 的心不会改变 我要修行的心不会改变 我要努力的心不会改变 你可以让我痛苦 但是你不能让我不想佛 你不能让我不归于佛 确实是 你就是躺到床上一动不能动了 你还是可以学习佛法 你还是可以欢喜地学习佛法 可以 所以 因为心是最主要的 所以你了解这个 你要发的普及心 你要醒的菩萨道 基本上都不难 何况未成佛道 不未艰难 你要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心 常常提醒这种 常常提醒这种 我要告诉你 你学佛就越来越有力量 所以有时候讲 你要先相信 信仰就是力量 你自己都不信自己 你不信自己做得到 你从哪里生出力量 没有啊 没办法 那现在就来讲这个 力量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佛法一般讲 五力十力 十力是佛已经成就的力量 五力是要成就解脱到的五力 信信念定位 五根五力 那现在 那个是解脱到的 五力 信信念定位 这个都是力量 那么最重要是从信 那么由于相信 你才会精进 等一下会讲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好 圣解兼顾力 这里讲到四力 大圣的四力 圣解兼顾力 观喜修习力 就是四力 那么 圣解兼顾力 圣解兼顾力 里面主要是五力 信信念定位 现在大圣人 那么能修于四力 精进不为难 那因为我们基本上 众生有放育的习惯 真的 妄念 妄念 思念 放育 不正知 像这样 因为通常都是 我们叫做安逸 然后畏惧改变 那么比较怕苦 怕辛苦 那么你应该要不怕辛苦 最辛苦的就是 你一直在受苦 而且还不知道怎么离苦 这个最辛苦 那么可以离苦 那么这种辛苦 不要怕 因为少少的辛苦 就可以让你很长时间不受苦 甚至永远不受苦 你为了可以过得好一点 你都能够工作 然后被老板念 辛苦 然后牺牲睡眠 牺牲体力 你只是为了能够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你都可以忍耐那么多辛苦 那么你为了成佛 为了不再如何 这些苦算什么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 怯弱懈怯怯的众生 为什么在 讲六度四射门 大胜不共法里面讲六度 为什么在精进前面 会安插两个进阻 你看 这个不失 不失辞戒忍入 照理讲应该 不失辞戒忍入 不失辞戒忍入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个 三百 不失是从哪里开始讲 不失是从两百九十九月开始讲 那前面就是八月 我们先看一下两百九十六月 两百九十六月 那么该告诉你 大胜不共法里面 要发菩提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两百九十七月告诉你 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 不是发心就好 发心就是发愿 要因愿起修 那行菩萨道 它就是六度四射 它就是六度四射 这个就是 那我要成佛 我要修些什么 怎么修 第一步要怎么样 第二步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讲 每一步经典 佛法的修行就是 它的理论 它的宗旨 然后前面后面是什么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赤定 那么第一步要怎么样 第二步要怎么样 然后就是你这样修 有什么俗胜 有什么功能 你会得到什么 就是这些嘛 那你看就是六度四射 那六度四射 就从布施开始讲 两百九十九月就讲布施 就这样讲 讲布施的作用 才吃 法吃 五味吃 然后讲布施 有哪些差别 那么最俗胜的 大胜的布施 就是三人体空的布施 无所有的布施 就是金刚经讲的 亦无所住 因不住色身相畏处法而行不施 就是这些 好 那接下来就讲慈戒 你看 那么慈戒就是菩萨戒 那么色乎众生 这一边 然后 最主要的 就是要安忍 忍耐 就不要起参任心 不要伤害众生 所以讲忍辱 你看哦 然后讲精进 你看这个里面 这个三百一十八月 这里面就说到精进 精进修福修慧 他这里也讲到精进 那精进后面就插了 插了一个 就是插进去讲进途法文 为什么精进后面就讲进途法文 因为有一些人精进不起来 缺弱 哎呀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 现在是末法 那为了让你也想成果 可是你又觉得自己不行 又觉得路途太遥远 又觉得修行太难 就告诉你 有没有容易一点的 有没有快一点的 有没有可以少处理一点的 但是你也想成佛 但是你又觉得你做不到 你又想成佛 好吧 那就告诉你 就是那你可以念佛往生进度 就是告诉你这些 让你也可以向佛学习 去你面译佛念佛 用这个方便来让你精进 因为你觉得 我这样多就可以 有时候就努力做 努力做 你就会很精进念佛 很精进拜佛 那么你就相信你可以 开始相信自己 那么先让你培养这个特性 愿意为你的目标 而努力的精进 先让你这样 不然你都连起来都不愿起来 不愿意讲 你精进不起来 你看 你怯弱啊 害怕啊 所以那就告诉你 没有那么容易 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就这样 让你培养出那种 相信自己的个性 我相信 很简单吧 这样做就可以了吗 那么你愿意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而且还不失古迹性 我往生起的世界 我到进度 我可以成佛度众生 你看这个就是叫做方便 那实际上你还是要依法修行 还是要行菩萨 幼度似圣 所以无量寿 你才会跟你讲吗 其实大家回来讲 告诉你极乐世界多殊胜多殊胜 最后告诉你 你在梭博世界修一天 你也胜过在极乐世界修一百年 为什么这么讲 维谋学经也这么说 你在这个净土里面修菩萨道 胜过在其他的净土里面 在这个会土里面修菩萨道 胜过在其他的净土里面 行菩萨道 这里一年胜过他一百年 也是这么讲 那么所以因为 那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们直接知道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要发行菩萨道 我们要向佛学习 学习什么呢 这六六度是生 所以这里精进讲完 就讲大圣的不共许度 那么主要是菩萨道 那现在就告诉你 那假设你还是精进不起来 好 有这四种力量 所以前面雀懦懦怠的动生 没办法 就先给他一个方便 射受他嘛 怒念他嘛 让他在这样的方便里面 也可以让 渐渐培养自己的信心 然后可以精进的起来 其实是这样的 好 却若懈怠的动生 不敢精进 植入大圣 所以先 那你这样也可以 这样就好了 等他这样的时候 他开始有力量了 慢慢知道 单单这样不行 其实是这样的 他就知道 原来还要这样 就开始继续努力精进了 那么不敢直入大圣事 不敢直接就有行菩萨道 我行菩萨道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没有成就 没关系 我菩提心不退 因为我菩提心不退 我这一世积功累得 我不会到不好的地方 我不会身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不用担心 为什么 你来是依着你的念 你的愿 坚固的念 相续的念就是愿 愿心 你依你的心愿 依你的习气 我的习气就是行菩萨道 依你的业 我的业就是 慈善业 敬业 布施慈见 忍路精进财政的业 我还能生到哪里去 葡萨讲到吗 你这个树往东生长 倒了 你一定往东倒的 你的心念 都是在佛法上 都是在利益终身上 都是在慈悲智慧上 你还怕你会生到哪里去 一定在有佛国土 一定会亲近佛法 学习 看到佛法一定是欢喜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用怕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来了 也不知道我们全身是什么 一样有隔音之谜 难道你记得你的前世吗 都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学习佛法 也是因为你过去生 耗耀佛法 学习佛法 所以你这一生 那么多宗教 你怎么不去信 你要信佛 那么多地方 你怎么不去生 要生在这个有佛法的台湾 对不对 你怎么不去信妈祖 你怎么不去信什么 就算你之前曾经信 最后你为什么选择佛法 你跟佛法有缘吗 你以前曾经在这个地方用心过 用力过 所以他会相续 所以不用怕 不用怕什么隔音之谜 隔下一辈子再来不知道 你只要现在 你现在相续的心 相续的习惯 相续的业 他会相续 所以 菩萨大为什么多生累劫 他可以这样做 可以一直这样做 那越做就越快 越做就越快 不用担心 学佛就是可以成佛 学佛就是可以成佛 你一定要有这个心 那么就是 很有自信的 因为这个不是谁讲的 这个是佛讲的 佛告诉你 你这样做 佛不会骗你 而且佛是这样成佛的 佛是这样走过来 他从这条路走到那边 他坚定的告诉我 你这样走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一定可以 因为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你有道理吗 所以他讲 有些人不敢坚定的植入大圣 所以没办法 有异性的方便到 那么信愿为方便 就是先让你取信心 有这个愿 去信愿为方便 那么引入大圣的精进道 让你能够精进 所以为什么告诉你 念佛要一心不安 要落一日到落二日到三日 落七日 先让你培养精进的个性 先让你生起 我就相信阿弥陀佛 我相信极乐世界 先让你生起信心 可是 这个信心 只是一种方便 你当你对佛法有信心 愿意为佛法努力的时候 到了一个层次 你就会相信 原来 原来还必须要做什么 不能只是这样 你就慢慢慢慢上去 你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但是我们现在不必要这样 我们现在直接知道 直接就这样做 所以引入大圣的精进道 其实如人得善巧发便 精进也并非难有成就 就是说那我还是担心 我还是害怕 我觉得我业障重 我觉得我烦恼多 我觉得我善根很薄弱 我觉得我的佛缘还不到 这个是我听过最多的 什么我阴远不到 什么我智慧不够 障碍很多 都不是问题 那个都是你自己局限自己 所以现在应该修集这四种力量 他说你现在要修集四种力量 来帮助 我也想倾献 他倾献不起来 他说第一个圣解力 圣解力 他说圣解是深刻的信解 我对于佛法的理解 不是简单的明相的理解 像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那么多 就是你要很深刻的理解 你到底在学些什么 你到底要怎么样学 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守在 你要很深刻的理解佛法 深刻的理解自己的价值 做人的价值 你人生难得 你可以得人生 佛法难闻 你可以闻佛法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 这个不是偶然的事 这个不是谁给你的 是你自己修来的 你多生累积累积来的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 我愿意 我会努力 我不可以 我不行 我做不到 你永远做不到 我可以 现在我还没有 但我可以 我愿意 我现在还做不到 但我会努力 你只要这样 我告诉你 天下没有什么做不到 成佛当然也可以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我发现佛教徒 最多的就是自己局限自己 自己障碍自己 这个最多了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受到 错误佛法的影响 因为从以前我们开始学佛 到现在 多数都告诉我们 现在是末法 你会生在末法 末法是什么呢 怎么修都不能成就了 一亿人修行 汉衣得到 一亿人来修行 没有一个得到的 难得有一个得到的 就是怎么修都不行 因为身在末法 怎么修都不行 你不要想修行 你只有念佛 靠佛放一根神智 就你上去而已 你就不会学佛 就是只念佛 拜佛求佛 不学佛 为什么 学也没有用 学了也没有用 学了也成就不了 一方面是时代的问题 一方面是我的问题 我会生在这个末法 是因为业障中才会生在这个末法 既然生在这个末法 那就没有成就的可能 那我还学着什么 我还修什么 修了也不能成就 那那么辛苦干什么 所以后来就都不修 都不学 天天念佛 祈祷 希望佛可以度了 佛法会成为末法 就是大家以为在学习佛法 但都没有在学 你念经 不知道经讲什么 念佛不知道佛是什么 佛是怎么成佛的 佛为什么可以成佛 经是为什么佛要讲这些经 他讲这些经是什么道理 他讲经是来给你念的吗 给你学的啊 告诉你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功德啊 你不学 你以为把经从佛念到尾 就是修行 把佛一心好好的念 就是修行 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这样所以 烦恼来了不会处理 痛苦来了没办法解决 知道自己在受苦 不知道怎么解决痛苦 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当然就觉得 哎呀我业障重 我烦恼重 我没善根 我没智慧 现在是末法也没办法 所以就只有好好念佛 就越来越愚痴 对你来讲是末法 但是对那个了解佛法来讲 佛法是正法 不是末法 对那个努力修行的人来讲 他遇到的是正法 但是你遇到的是末法 不是时代的问题 不是2500年前 跟2500年后的问题 是观念的问题 是你误解佛法的问题 真的 我常常觉得 佛教徒 被以前的人局限 然后又被自己局限 所以就画地自限 我现在在这里 我跳不出去 我没办法 我不可以 我不行 都怪我自己 没有 你可以 这个是佛陀说的 可以身为人 爪上土 你是佛陀手上的那一杯土 跟其他佛陀 踏在底底下的其他的土 不一样 你还是爪上土里面的 属于比较金色的土 为什么 爪上土可以做人 只有少部分 只有少部分认识佛法 你是佛陀的土 爪上土已经很少了 但是你是土里面那些 砂 有金砂有土 你是那些金砂 为什么 你认识佛法 你的颜色跟火的颜色一样 都是金色的 其他也是得人生 但是他是土的 他不是金色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佛法的智慧 你可以学习到佛法 你说 佛的土里面 只有很少数的金砂 你就是那少数的金砂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觉得自己 不行 所以你要好好认识这个道理 我告诉你 你就会永冷地行菩萨道 坚定地发菩提心 真的 这个很重要 我常常看见很多人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说是学狗 连阿罗汉都不是 连学那个解脱道都不是 说是大圣 连小圣都不如 这个就是很悲哀的事 越学越顛倒 越学越迷糊 越学越烦恼 佛法 佛法不应该是谁 佛法是越学越快乐 越学越有信心 越学越有力量 积极乐观 充满希望 我们不是 消极 悲观 前途 一片黑暗 都不晓得 能不能 就算要念佛 天天担心 佛不来接我 常常常常常常挂爱 死后没有人出面 天堂 学佛学到 没有希望 没有快乐 没有光明 这哪里是佛 这哪里是学佛 还不如学那个拜上帝的 人家还天天唱圣诗 唱圣歌 觉得上帝会来接引他升天 怪不得人家都说佛教悲观消极 是谁造成的 佛教徒造成的 哪里是这样 天天都说念佛念法念生 实际上都念贪念秤念赤 但是佛法道理一点不懂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讲 你要怎么精进呢 好 我们来看 他说 第一个瞬解深刻的信心 我讲这么多都是要让大家很深刻 了解 其实我现在学佛 我现在学佛 我是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为众三佛 这个不是金刚经在鼓励你 这个是确实的情形 真的是这样 很简单吗 我现在讲的话你都听得懂 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学中文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道理吗 一样吗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我不找了你过去学什么 但是我说的话你都听得懂 你学中文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你是学很久 可能就从小去 或是你已经学很久了 你才有办法 你能够遇见佛法 而且欢喜佛法 还愿意学习佛法 你都不是一天两天三天的因缘可以成就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学什么 但是我肯定你不是学一天两天的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他这里讲 信解要信解什么 信解善恶业报的因果道理 这个是第一个 那这个 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的佛教徒 都说相信因果 佛教讲因果 其实都不相信因果 他都不晓得因果是什么 如是因 如是果 我不努力 我不学佛 但是我可以成佛 只因为我念佛 这个因不是那个果 这个因不是那个果 我现在犯了错 我不忏悔 我拿钱去请法师帮我拜餐 我最可以消 这符合因果吗 这不符合因果 不符合因果 不符合因果 但是多数的佛教徒就这么做 你说他信因果吗 他信因果 但是他信的不是因果 都是这样啊 我有罪 我做错 我拿钱请法师帮我拜餐 消我的罪 你肚子饿 没有时间吃饭 我拿钱拿一百块 给这个人 你去向口帮我吃一碗面 你可以饱吗 你不能饱啊 你生病 不喜欢吃药 拿钱 这个是我生病 我要吃这个药 但是我吃不下去太苦了 我拿一百块 你帮我吃这个药 你的病会好吗 不会好啊 可是我都在做这种事啊 对不对 都在做这种事 你说你相信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 荣述菩萨讲 你要真的要精进 你第一个要相信因果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菩萨要精进 因果里面是什么呢 他说若我不做不得果报 他说菩萨如是思维 他说菩萨如是思维 有三种思维 一 若我不做 不得果报 若我不自作 不从他的 若我做者必不失 你看 这个就是自作自得 若我做者必不失 那么 这个可以是善业 可以是恶业 善或恶 如果我造善业 那么我一定得善的果报 如果我做恶业 那么我一定得恶的果报 如果 我不自作 我必须要自己做 就像 我拿 我拿钱 请人家帮我吃药 我会饱吗 我拿钱 请人家帮我吃药 我病会好吗 不会啊 那你拿钱 请人家帮你送金 你会有什么功德 你拿钱请人家帮你拜餐 你会消什么罪业 没有啊 你要自己餐 你要自己做啊 你要有先有那个善心 哪有那个善行 如果没有那个善心 那个善行也不成就啊 有善心有善行 你要自己做啊 自作教他做建作水行 都是跟你的心有关系啊 你不做 你以为 这个法师 这个法师有修行 我请有修行的人帮我修行 请有修行的人修行之后 回向给我 我给他钱吗 我拿苹果供养他吗 他就把他的功德分给我嘛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即使是偶一大师告诉你 往生进度要信愿行 偶一大师是偶两进度的吗 他说即使这个信 有六信 信因信果 你看 信至信他 一般是这样 他是这样 六信 先信至信他 你看 信因信果 信赐信礼 你看 即使是偶一大师 告诉你信愿行 他的信 信之 要相信自己可以 普少到底是这样 要相信佛 当然如果你往生进度 都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相信自己可以往生 培养你的信心 而且要相信如是因如是果 你说我念佛 念你念 我向给我爸爸 让我爸爸可以往生 可以吗 没有啊 他要自己发愿 他要自己发愿 有福德 善跟福德 应远 他往生啊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都是这样啊 那父母往生了吗 然后我请人家来帮他 帮他做三十信念 或帮他念佛 然后送他往生吗 水路瓦会 给那些一个牌位吗 然后 请很多法师来送金吗 然后回向给他吗 然后到时候放上一条 一条往生船 那个船里面吗 佛话就送他往生了吗 这个有因果吗 没有啊 你说你信佛 信因果 佛话 佛教讲因果 你都不晓得因果是什么 无是因如是果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若我不做 不得果报 我如果没有招恶业 我不用担心 会下三个道理 我如果没有照善业 怎么样好 怎么样 好的果报也能不到你 所以我想得到这样的好 我必须做这样的好 我如果在世间想圆满 我就让人有遗憾 如果我让世间人有遗憾 那么我就不容易得到圆满 很简单的道理嘛 你抢了别人的钱 然后人家本来要医病的 人家本来要医病的钱 你把他抢了 让他失去这个钱 你偷人家的钱 人家辛苦赚了的钱 你把他骗了 因为照片剧场很多 你把他骗了 拿那些钱去花 让人家又治不了病 然后因为这样 然后失去他的辛苦所得 然后又治不了病 你未来就会怎么样呢 你未来就会赚很多钱去抗病 都抗不好命 那个被你抢钱的人 后来做了医生 你一直拿很多钱给他 他又医不好你的病 而且你还很甘愿送给他 很辛苦的赚很多钱去送给他 谁造成的啊 你造成的啊 你以为这样就好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如果不造这种 我如果不造善业 我都不会得善报 我如果不造而言 我也不会得饿报 所以从现在开始 好好的寻补找到 你怕什么散热到 我都不造散热到的业 我怎么会做散热到呢 我都不吃牛肉 我怎么会得黄牛病呢 我都不吃猪肉 我怎么会得这个口甜意义的病呢 不会啊 是不是 那些只存在牛肉里面的病 我不会有啊 为什么 我都不吃肉 一样啊 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都知道你要做些什么 那如果我们有时候会造业啊 没关系 唱会就好 有烦恼的嘛 所以要从烦恼下手嘛 尽量让自己怎么样了解这个因果 那么不去造那些善恶道的业嘛 那么努力嘛 因为我们是有烦恼心的嘛 不可能都不造业 但是因为通过我们学习佛法 我们造的恶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你烦恼越来越少 你从佛法里面得到受用的 所以就是要像你有力量了 走路越来越少跌倒嘛 你开车技术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少怎么样 有差撞嘛 你特别会注意了吧 不只你不去撞别人 你也防止别人来撞你嘛 为什么 你有经验啊 一样的道理嘛 你学佛也是这样啊 若我不自作 你要自己做 别人 别人送经 他不一定有功德 他只知道送经 我告诉你也不一定有功德 送经只是了解道理 了解修行的道理 我们讲嘛 我常常要讲这个就是 一部经他一定是这样嘛 修行的 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嘛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他的宗旨跟理论 要修到什么程度 修行的方法于次第嘛 那你只是送经 你都不了解他的 为什么要修行 你只是念佛 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佛 为什么要学佛 学习做什么 要怎么学 你都不知道 你念佛 就真的有功德吗 也有啦 但功德不大 送经没有功德吗 有 至少你在送经的时候 心专注 就有专注的功德 正念不去起妄想 有正念的功德 那么你非常精进的送经 有正精进的功德 有精进的功德 就只是这样 但是送人之后 就没有了 就没有啦 就好像你吃这个东西 哇 色香味居前 好吃 好甜 很欢喜 吃进去没有消化 就拉出来 营养都没有 只是觉得饱 吃的好吃 当时吃的时候 鼠欢喜 吃后 完全没营养 你没消化吧 吃进去又拉出来 但是你还是觉得饱啊 你吃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吃啊 对不对 口感还是好啊 但是你没有消化 那些营养不能转化成为你的体力 一样的道理啊 送亲也是这样啊 送完了之后 就忘了嘛 出了佛堂就忘了 金本和尚就忘了 没有我的事了嘛 圆满了嘛 没有 吃东西只是吃 哦 我很好吃 很甜很舒服 吃进去 又拉出来没有消化 吃了很久都没有力量 吃到面坊激瘦 天天才能送亲 这个我会 那个我会 念到 这个也烦恼 那个也烦恼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修行的宗旨 跟理论 修行的方法 跟赤滴 他一定有他的方法 比如说你要解脱 你要怎么修 你要升天 你要怎么修 你要成佛 你要怎么修 第一不要做什么 第二不要做什么 第二不要做什么 就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要解脱 那就是要戒定慧 要以戒为亲屈 修定修慧 你要成佛 就是要六度四色 布施 要先发菩提心 然后要布施慈禧 依的菩提心 布施慈禧 忍入清晴 例如像这样 那么 他方法跟赤滴 那么最后才知道 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你这样修 有什么殊胜 他会获得什么作用 那我们都不是 都以为把经送完了 然后就有功德 功德是从实践来的 实践是要知道方法跟赤滴的 那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因为你了解他的忠实 了解他的理论 这个才对 那没有 你认为送完经就有功德 甚至请法师来送经 请很多法师来送经 功德就很大 你根本就误会佛法 不了解因果 我若不自作 不从他的 我自己不休闲 别人休闲 没办法给我 你自己不吃饭 你都不会请人家去帮你吃饭 都不会拿钱 请人家帮你吃药 你要 那你为什么要请人 请人家帮你送经 你就会得到功德 请人家帮你掺围 你就会下业障 你想想 是谁在你吃 你以为有 其实没有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 拿钱 请你帮他吃饭 因为他肚子很饿 拿钱 请你帮他吃药 请你帮他去看医生 因为他生病 你会觉得这个人头脑有问题 可是多数的佛教徒 都是这样的观念 你想想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先 转过来 学佛第一个就是要正见 你正见都没有 你后面都错了 你后面都错了 第一个正见就没有 你后面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用功 走越久 差越多 诗之好理 谬之清 有什么用 学佛又不是看明知的 我学多久 我跟谁学过 我归一证有几章 五界证书有几章 那个有用吗 那个没有用啊 那个没有用啊 所以 我们了解了这个东西 那第三个 若我作者必不是 不用担心 你担心什么隔音之明 不用嘛 我今天这样做 他就一定有这样的作用 我常常心里面 都是 我菩提愿不失 我菩提心不失 我菩提愿 我向佛学习 依法修弦 我是一个佛弟子 我常常这样想的 这个就是念佛念法内生 你就不退转 你不用等到下一辈子再不退转 你今天睡觉起来 明天早上起来 今天去睡觉 明天早上起来 你这个观念还在 你这个怨心还在 你天天不退转 你今天到明天 你这个菩提心不退 你这个菩萨道不退 菩萨行不退 今天你看到这个人可怜 你给他布施 今天这个人骂你 你持戒 你忍辱 今天这样 明天也这样 后天也这样 今天到明天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这个月到下个月 这一年到下一年 你都持续这样做 你怎么退 如果今天佛法告诉你这样 那明天你就忘记了 你不用到隔音 你不要当隔世 不用到隔世 隔日就忘了 下一个礼拜就忘了 今年这样学 明年 今年欢喜来学佛 明年就不欢喜 隔年 隔年就迷了 隔日 隔月 隔年你就迷了 你还要等到隔世才迷 如果隔年你就迷了 第一年学佛不欢喜 慢慢起完就不欢喜 开始计较 本来不计较 本来是要来修功德的 发心来修功德的 很欢喜的 来佛堂做义工欢喜的 后来 看这个也不容易 看那个也不容易 发心不见 本来是很清楚自己来修功德的 后来召善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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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隔世 隔周 隔年 隔月 你就迷了 你怎么隔世不迷 肯定迷 你嘛 如果你这样持续 一直看着自己的发心 我是来召善业的 我是要向佛学习的 你隔日 隔周 隔夜 隔年都不明 你怕什么隔世会明 不会啊 你好好想这个道理 那很多人都是被这个下午道 你知道 害怕 所以我下辈子会隔音之旅 所以我赶快生日进不去 谷底心不见 当然 进土也有谷底心 但是很多人念佛是没有谷底心的 没有 然后只想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到一个好的地方去 那是谷底心吗 不是啊 那所以 若我做者必不失 绝对不会死去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做 要努力做 做多少我就有多少 做多少我就得多少 走一步 我未来就少一步 就算在生命最后一口气 我都要往前走 为什么 佛也是这样啊 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他没有说 我很累了 我要练反了 让我休息 没有啊 即使我已经成佛了吗 已经都圆满了 都要这样做 你这个不圆满的 你有什么时候要休息的 有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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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做了 你看 佛是福报圆满的 他有一天在生团里面 看见一个比丘 不是看见 听见一个比丘说 有谁要修福报的 来帮我穿 今天比丘眼睛不好 他要缝衣服 那个针线穿不过去 针太小了吧 佛说我要修福报 我来帮你穿针 佛福报已经圆满 他都要修福报 有一天佛在休息 佛在休息 这个之前也有讲过 那么因为走路走得很累 人气大走路未累了 那么佛休息的时候 阿难基本上都会帮他按摩 按摩之后佛就在那边打坐 不是打坐 就是躺着休息 那么阿难就在旁边 送辞佛教过他的 刚好送到七觉知里面的清静觉知 佛一听到清静觉知马上做起来 阿难啊 你说要清静是吗 是啊 要清静 佛赶快起来 又清静打坐 你看 连佛都这样 他已经连满了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习惯 做给众生你看 所以我们好好想这些道理 你真的学佛吗 佛是怎么修行的 佛是怎么对待众生的 佛遇到问题是怎么思考的 是怎么解决的 那你呢 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想清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看清楚了 想明白了 你的学佛之路越来越狂妨 你的功德越来越多 为什么 你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你就越来越有力量 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你的脚越来越有力 这个力量 就是从你深刻的信心来 确实的理解来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这三个是说 菩萨如是斯文 必当千切 就是他就会觉得 因为要自己做 而且有做就有 没做就没 你绝对不会去做那种说 我没办法做 我没力做 我还花钱 请你帮我做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 好 所以他说 深刻的信解 信解什么 善恶业报的因果道 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们佛教徒 以为都说 我知道因果 我知道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你真知道吗 你真知道 你现在做的事 是善有善报吗 他行善 你说 他行善 你得好报吗 他照二 你得夜报吗 如果 如果我修行 可以回向给你 那我受苦 可不可以回向给你 我的福报 我回向给你 就可以得到 那哪一天我看你不舒服 我可不可以 把我的夜报 把我要 把我要受苦的夜报 回向给你 假设三夜可以回向 那二月为什么不行 那我也可以回向给你 我哪一天看你不爽 我也送心回向你 你可以生病 你可以短命过病 你干嘛 如果你 如果你没那个夜 谁也诅咒不了你 如果你没有那个善夜 如果你没有那个恶夜 谁也诅咒不了你 如果你没有那个善夜 谁也没有办法帮你 加福报加之后 你干嘛 你干嘛 一切都是 業果的理论就是自作自的 你做多少 你就得多少 好像吃饭一样的吧 你说我吃一碗就好了 兩碗你回向给我 一碗就是一碗的热量 兩碗就是两碗的热量 没有吃就是没有 吃多少就是多少 造業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道理你知道了 你会努力做 因为没有人可以替我做 这样想到你就会努力 因为即使是释迦佛 也没办法替我做 如果可以 释迦佛令火就不用 特别到道令天 为他母亲说法 他直接回向给他就好了 直接回向给他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特地跟他母亲说法 释迦佛令火的父亲 今晚晚生病 他也是回去跟他说法 告诉他要怎么想要怎么做 他也不是说今晚晚生病啊 舍利佛勿见耶 他的弟子都是阿罗汉耶 他送几经来还没有力量 那不是更有力量 全部过来 大家念佛送经回向给我的爸爸 他现在生病啊 然后给他写一个牌位 然后马上往生到基督神 他只要奉护阿弥陀佛一生 那么请阿弥陀佛来接他就好了 还不简单 对不对 那更简单啊 他彼此都是佛嘛 对不对 他也不用念我啦 他就跟阿弥陀佛放光 跟阿弥陀佛讲一下 我爸爸身在身边 你把他接到基督神边去 还不马上去 可以吗 不行啊 你想一想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做这些事呢 不懂到底 你还好想 还好想 当然不单止是讲给你们听 讲给很多人听的 因为现在的佛教徒 都是这样 我们必须一定要把真正的佛法 让大家知道 那么这样佛教才有希望 佛法会衰端 都是因为佛教徒 没有真正去理解的 理解佛法的人 没有去发现 不断的去把正确的佛法 告诉出去 才会有末法 所以末法不末法 跟时代没关系 跟时间没关系 跟在什么地方没关系 跟你了不了解佛法 有没有发佛的心 有关系 所以我常常觉得 佛教徒 应该都要 尤其是北传的佛教徒 号称大称 应该都要发佛的心 要有弘扬佛法 舍我其神的心 要有护持佛教 当仁不道的心 必须要有那一种信心 我到哪里 会让人家欢喜佛法 了解佛法 学习佛法 赞叹佛法 要有这种 就是要有这种发心 我在哪里 人家知道我学佛 会喜欢佛法 会赞叹佛法 会修行佛法 我告诉你 你虽然没有讲一句话 你就是在弘扬佛法 中文国土 你所在的地方 因为你的存在 佛教 没有让人赞叹 让人欢喜 那你就是在弘扬佛法 如果没有 你还担心 怕人家知道 你在学佛 那你的佛法 就是什么 是有一天就抹去的 那人家因为你这样 不相信佛法 毁谤佛法 批评佛法 那表示 你学习的佛法有问题 佛法没有能改变你 佛法没有能让你变得更重要 佛法没有能让你更喜欢 佛法只是好像你不得已之下的一个选择而已 因为也没有请他可以学 也不知道要选择 这样的佛法是错误 所以我们应该大家都要发现 佛法不只是在家人 也只是出家人 是一切人的 那我们有信 可以得到真正的佛法 应该都要发愿 真的 不要说我老了 不要说我没有能力 不要说我不行 行菩萨道就是不能讲这些事 要不然干嘛要发愤离心 行菩萨道 我可以 我愿意 我会能力 我能做多少就是多少 我可以做多少 我可以做多少 我就会做多少 要有这种心啊 真的啊 因为我觉得 现在尤其是很多学习佛法的人 都没有能力 那土地心起不来啊 这样佛法就很悲哀啊 就很悲哀 所以一个人没办法 释迦牟令我只有一个人在弘法 我告诉你们佛教也不会这样 所有的弟子都追随他的脚步 你看 加詹尼 傅柔纳 那个阿牛柔头 每一个人都追随他的脚步 倒出去弘法 到处把佛法传扬给需要的人 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要这样很努力的去做 精进的去做 当然你能够这样就表示 你对佛法有很大的信心 你对佛法有很深刻的理解 其实这样 那么 所以他讲 菩萨行的功德与违反的故事 所以你能够知道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能做 真正一个菩萨应该怎么做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 你是一个菩萨 菩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让不信佛的人信佛 能够让不欢喜佛法的人欢喜佛法 能够让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 对佛法有信心 那为什么你可以做得这样 首先 你要喜欢佛法 首先 你要了解佛法 首先 佛法要让你 可以得到法喜 你对佛法有信心啊 你才能够影响别人 你对佛法有信心 你把佛法讲得那么好 可是 你自己 都半信半信 都还不知道真的有那么好 为什么 你没有实现过 你没有从佛法里面 得到真一真的实了 所以你的信心就不足 信心不足 讲起来是有弱 你的信仰 只是建立在 大家都说好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真的这么好 你怎么会有力量 因为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你也不知道 怎么样做才能变好 只是因为大家都说好 我也跟着说好 大家都说有效 我就跟着说有效 因为也没在你身上发生过作用 所以首先 要让你佛法在你身上 产生良好的作用 那么你可以很有信心 很坚定 能有畏惧地跟大家讲 真的是这样子 决定可以 所以 你要先喜欢佛法 然后改变自己 让别人看到你 因为喜欢你 就喜欢你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相信你 就相信佛法 因为你代表自己 那么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了解菩萨行的功德 跟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过失 如果能够深刻的信解 相信并且了解 那么就会申请要因 欢喜 所以 如是我闻 后面是什么 地听地听 善事念祝 最后是什么 欢喜信受 依教奉行 所有的经都有这上部位 所以我刚刚讲的 你看到 他就是这样 他这里讲的就是这样 理解 然后生气欢喜 一开始都是 如是我闻 表示 我这边是从我听来 生气信心 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的后面 那么一开始 我说法都是这样 都是跟你讲的 地听地听 善事念祝 仔细听 专心听 然后好好的讲 想清楚 想明白 要真正确实的理解 地听地听 善事念祝 仔细听 专心听 因为以前的佛法都是用听的 不是像是在有书客的 你一听没有听清楚 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看 看不清楚 还有一点回过来再看 以前佛法有这样说法 你这句没有听到 没有啦 下一句 没有办法像露音弹 放回去看 没有 所以地听地听 善事念祝 听 仔细听 因为你可能会听错 仔细听 听清楚 然后善事念祝 还要想清楚 想明白 是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受辞 要讲之前都会这样讲 佛陀要说法之前都会这样讲 地听地听善事念祝 然后就开始讲 讲完之后 这个就是他中间讲的 要怎么休闲 要怎么休闲 休闲的理论 这些 然后最后就是什么 欢喜信奉 相信受辞 记起来 理解 要生欢喜心 生欢喜心 生欢喜心 表示你听得懂 你听不懂 你怎么会欢喜 看大家 看大家欢喜 我不就跟着欢喜 不是这样 对佛说 对佛说 真的是这样 回去 有欢喜 请欢喜心 表示你听懂 你知道怎么做 你今天去参加 参加一个怎么赚钱的 一个讲座 听了我欢喜 我可以赚钱 我知道怎么做 听了一个 让身体健康的运作 本来有生病的 竟然变得欢喜 我了解 我现在过去 我这样做 我就会得到健康 一样道理 欢喜信奉 欢喜信奉 欢喜心 相信 而且受辞 受辞 就是把他移植在心里 后面是什么 依教奉行 真的居住 所以奴家 中庸家 博拳 审问 圣思 名片 后面是什么 独行 确实的 所以 归依法 就是依法修行 依佛所教的 教 教在哪里 教在这里 修行的理论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次定 修行的方法 像现在大圣普通法 教在哪里 布施 花母提心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才定 布施要怎么布施 持戒 要怎么持戒 精进 要怎么精进 要做到什么 要想到什么 那你要真的是这样去做 一教奉行 中庸家 博学 广博的学习 审问 不明白 要问清楚 博学 审问 圣思 谨慎的思考 就是 我这样讲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讲 明辨 要明辨 什么是善 什么是多 一切业 造业就会受毒吗 没有 造善业 不会受毒 造恶业才会受毒 要明辨 要讲清楚 不只是这样 就好像信 那么信有其种 什么叫做因 什么叫做果 信丁果是什么 如何是因 如何是果 你可能明辨清楚 你要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明辨 那么这个中间 就是你了解了之后 你学习的 这个就是宋经 宋普门评 宋经当经 宋地藏经 宋阿弥头经 你了解很多 我学 但是你都要清楚 你都要清楚 清主明白 确实的理解 然后呢 你也在做什么 依教科技 照着他所说的方法去做 很简单吗 你要做一个蛋糕 人家跟你讲 你要做西式的蛋糕 要做中式的蛋糕 要做甜的 要做醒的 你找一个食谱 第一步 要什么粉 要怎么做 你这个次序 次低不可以弄错 量也不能弄错 怎么做怎么做 你弄清楚了 你全部会了 这个粉 比如说 你明辨度 明辨 那么 这个粉 比如说这个面粉 是要中筋的 是要低筋的 是要高筋的 弄清楚嘛 弄清楚之后 这个量多少 要在之前放 要在后放 然后要蒸的时候 那个磨 那个小磨 是多大的磨 叫做小磨 那多小的磨 叫做小磨 多大的磨叫大磨 那这个都弄清楚之后 照方法 照次序 实际上 你不是懂 为了只是懂这些道理 没有 为了做蛋糕 实际上 把材料准备好 就是佛雪一样 他告诉你 你看了这些食谱 你把这些材料准备 然后 到底整个过程 你都清楚了 实际上去做 才能够做出一个蛋糕来 你看了这么多做蛋糕的食谱 不只是为了 背这些食谱 是不是 天天把这个食谱念一次 你念十年也做不出一个蛋糕了 他就是这样啊 那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一教奉品 所以这中间他有讲理论 有讲方法 有讲功德 所以他这里讲 如果你能够深刻的信节 因为我们都不深刻 所以五量寿经告诉我们 深信 那么深信因果 你没有深信 为什么 你都不理解 怎么深信 深刻的信节 是要有智慧 真的能够明白 深信 深信 深刻的 深信因果 没有 你以为净土就是 就是念佛往生 没有 他很多道理 你都不知道他在跟你讲什么 你只是 只知道宋经 只知道念佛可以往生 那你看 那么多念佛的人 那么多念佛的人 也相信念佛可以往生 但为什么还要准备一个往生背 阿弥陀经里面有讲 五量寿经里面有讲 观五量寿经里面有讲 往生背 没有啊 那为什么你没有那个往生背 你就觉得不能往生 你看 所以很多人 其实 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其实又不相信佛 又不知道怎么念的 那一方面说要念佛往生净土 一方面又去看塔位 你到底是要去净土 还是要去那个塔 你看 所以他根本就不理解 没有审问 没有圣诗 没有明辨 你到底在念什么 你到底是不是要求往生 你到底知不知道 叫怎么样才能往生 我知道 人云亦云 好像这样做就会有 实际上你也拜信拜 就算你相信也只是盲信 也只是明信 不正信 所以这样的观念一定要矫正 不然佛教没希望 所以你深刻信结就会申请要运 好要 然后你想要往前 因为你明白 你了解到这样真的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的 我这样做就会得到我如是行 所以你很愿意做 你会努力做 因为你只能自己努力 没有谁能够帮你 你只有努力做 你肚子饿 你只能自己吃饭 才能死掉这个肌肉 你口渴 只能自己喝水 才能解这个渴 没有人能够帮你 所以你会自己去找水喝 自己去找饭吃 你不会把希望尽多在别人身上 看别人可以找到饭 找到饭 多吃一点 当你多吃一点你就不饿 当你多厚一点你就不渴 因为你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你就会要求远离一切饿 为什么 如果你做了这些饿事 你就会受到饿的担保 所以你吃东西很在意 这个吃下去有用的 这个你吃了会不会过敏 会不会肚子痛 如果有你肯定不会吃 为什么 痛的是你 别人跟你讲不会痛 但是你会痛啊 所以你就不敢吃 你吃了会过敏啊 所以你就不敢吃 为什么 你也有经验 那你已经了解这个东西 吃下去 会对你产生影响 你会受苦 你绝对不吃 为什么有塑化剂的沙拉油 你现在不买啊 它没有沙拉油 没有大豆的营养吗 有啊 大豆的营养 不会因为加塑化剂 大豆营养就失去了 不会 它还是有啊 但是你营养也吃进去了 塑化剂也吃进去了 可是塑化剂又留在体内 让你生病 营养还是有 可是 你会因为塑化剂生病 它就再怎么赔你 你也不买 就是送你你也不要吃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知道 这个吃下去对你身体不好 所以它就是免会送你你也不要啊 是不是 但是 好 那现在你已经知道 我这样做下去 这件事做下去 对我现在不好 或我未来不好 会影响我很深入 就是人家拿紧给你做 你也不要做啊 那样的道理嘛 为什么影响的是我啊 而且会有产品的影响啊 人家买了很多桶 塑化剂的沙拉油给你 为什么不吃 你里面丢掉 为什么不吃 这个东西坏掉 你为什么不吃 你吃了会肚子痛吗 你不是通一天两天啊 而且又人清楚了 你也是这样 所以你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不要再去做 尽量让自己不要做 一定嘛 你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了你肯定不会 知道这个是塑化剂的 你肯定不会 那么你以后会吃 你以后会很在意 哪一个品牌有加塑化剂 你肯定不会去买 对不对 那善恶业也是这样 善恶业也是这样 善恶业也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了之后 你一定会有一切恶 那么你一定会成就一切善 为什么 这个东西很营养 你一定会去买来吃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你一定会买来吃 为什么 对你有好处嘛 吃了有好处嘛 所以你会尽量吃有营养 你会尽量的健康 对你身体好的 尽量不吃 哪一种会危害你身体 会让你不健康 会让你生病的 不会 就算送你 你也不要 那这个要钱买的 那你没有花钱买的 因为什么 对你好 一样嘛 善恶业也是这样啊 所以你真正理解 你就落末之后 最上落末之后 你会尽量的 虽然没有办法完全 为什么 你们是有烦恼 我我还是会做 但你会尽量的钱少 就好像没办法 你就饿到没办法了 虽然不好 但是暂时勉强 以后有机会就不要吃了 一样的道理啊 虽然没那么干净 虽然水也没那么干净 但是已经渴 你们不喝就要渴死了 勉强喝一点 一样的道理嘛 你不会喝到很饱 不会以后还要找这个水来喝 不会也不会 那个是不得已的 一样的 请烦恼是不得已的 可以 你绝对不会请 造恶业如果是不得已的 你一定尽量控制自己 能够少造就少造 能够不造就不造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你想一想 这个都是来自于深刻的细节 你很清楚这件事嘛 所以你一定会自己要求自己 远离一切恶 成就一切善 一定是这样 从这样的信节要预乐 就能够引发精进而使之修行 你一定会很努力去做 你知道这个会让你健康 所以你看有些人 常常打太精神 慈之眼 常常爬山慈之眼 为什么 让他健康啊 让他远离病康啊 他为什么能够天天不做这些事 要费时间呢 要费金钱呢 要费体力呢 他还是持著 为什么对他好啊 就只是这样而已啊 所以说 经典里面 这是陈伟师里面说的 书记里面说的 性为欲医 你的精进善法欲 这个欲就是善法欲 你为什么会努力的去行善 努力的断恶行善 你相信 深信因果 了解善恶的理论 所以他才会讲三种 我若不做 不宠他的 我若不自作 不宠他的 我若作者 必不失 我若不做 不得国报 一个道理啊 深刻信节 信为义 义为情义 以你真切的信心 真诚的愿意 那么你就会努力 你就会努力的去 努力的去食健康 就好像你会很努力的运动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让你健康 你会努力的去吃 比较对你身体健康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对你好 现在好 未来好 一定是这样子的 如果吃了身体不好 未来不好 他们一定会努力的 所以越是信解生策 也就越能精进修行 你为什么不能精进 你没有真正了解 那没有真正了解什么办 要去了解 真正去了解国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时间大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 互及于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